比如说他刚刚已经帮我们可以执行 然后也可以清除 但是问题呢 这些程式到底在哪里 他录了东西 我假设以后要修改的话 我要怎么修改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之前录的东西 他会放在聚集里面 我们刚刚的执行 如果你要找到程式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编辑 那其实编辑 按一下编辑呢 跟按一下Visual Base 其实他是等于是说编辑也会跳到这个Visual Base 那就是我们要写程式的地方 所以按一下他 他会自动跳出一个Visual Base环境 那预设可能是这么大 比如说他可能是放到最大 那我的习惯是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为什么要缩小 主要是我们将来写程式是一边看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再把程式写在那个Visual Base 这个VBA里面 那他的结构我大概看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你如果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编辑 对他跳出来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它缩小 这边把它缩放一下 大概这么大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把它完全盖住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会想说那程式到底写在哪里 跳出来嘛 你会发现哦 他的结构一定是一个Sub 然后叫手机号码串接 刮符 EndSub是结束 所以这边是一段 有没有 然后这边又是一段 所以这两段 OK 所以写的程式就在这里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可是问题这个环境里面呢 他到底放哪里 如果假设你不小心把它关闭了 那要怎么把它打开 其实要不就是 你想说那从这边再去按编辑 也可以 要不就是还有一个方法 他其实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档案 他本身会对应到 就是这个名称 后面也是一个叫VBA的project 就是他本身会 就是一个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VBA的专案就对了 然后呢 他每一个工作表 就会对应一个物件名称 工作部嘛 工作表 他我们以后写程式特别注意哦 你记得一定是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哦 模组 这边有个module1 点两下 程式就在这里 OK 那另外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假设 特别是你要开程式就是模组 打开 关的话在这里 其实底下的属性这个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没有没关系 另外的话呢 这个专案呢 记得不要关 不然如果我们把它关掉的话 就会完蛋了 就像这样子 就不见了 对不对 不见的话 如果你下一次呢 要再把它打开的话 当然如果你点VBA Visual Basic 进来还是没有了 所以这怎么办呢 就不见了 那如果不见的话 从这边开都不OK 编辑 他开了 但是问题来了 左边的东西还是不见 对不对 之前就有同学呢 就觉得很悲剧 因为这东西不见了 很麻烦 找不到 每次上次他就找了 以后他想说要不要重管 其实不用了 没那么严重 其实如果那个东西不见的话 记得请你在我检视里面 反正画面上看到的东西 一律在检视 那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对 其实它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那个叫专案总管 刚刚下面的东西叫属性四窗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关掉 没关系点一下 专案总管 下面那个东西叫属性四窗 有没有 这个是可以拉上拉下的 预设可能会被盖到 请你把它往下拉一下 或者直接把它关掉也没有关系 以后要叫 还是可以把它叫出来 OK 但是就是不要没事 就是怎么样 有同学就期望怎样把它拉出来 把它这样可不可以拉出来 可以 就把它漂移在上面 但是之前同学就问说 老师我把它漂移出来了 可是我不知道把它怎么样拉回去 它就是这样弄 奇怪怎么它停不进去 不然就停在上面 就觉得整个画面就乱七八糟的 后来我发现 其实也可以研究一下 它后来就把它放在这一条线上面 放开它就回来了 而且我是研究很久 我终于发现 这样停不住 奇怪 那么半天后来发现 原来 要把它停在那个上面的话 必须把箭头按住不要放 拖拉到这一条线上面 才可以 你不能过去也不能过来 一定要在这个线上面 放开 它就会刚好停住了 所以我试了很久 后来我发现还有一招更快 就是在上面点两下 好像比较快 其实书里面都找不到答案 这东西其实没有答案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怎么拉回去 点两下 但是它位置变了 所以算了 把它关掉就好了 暂时不用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我是觉得主要还是把成日写出来 专案总管最重要 然后打开这个程式 另外的话 再来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到底录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 比如说我游标放在 还记得步骤吧 我们有四个步骤 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 它帮我录一个range 14.16 Range指的是那个范围 叫做 其实就是储存格 14的储存格 游标放上去就点十类测 那会产生一个 目前的sale 目前的sale active就是目前的 sale就储存格 里面呢 我要放一个formator formator就是formular formular就是公式 公式的话就是后面这一串 有没有把公式打勾吗 它帮我录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 向下填满的话就是什么 select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select是动词 selection是名词 是一个物件 叫选取区 autofill就是自动填满 有没有 然后呢 destination就是到哪边停下来 所以14到1的103 游标再放在这个范围 就选取区了 所以慢慢各位可能要慢慢学会 在上面加注解 那怎么加注解 因为可能要打蛮多东西的 我在这边已经有做一个注解的一个版本 注解的话呢 特别注意有什么差异 因为现在自己打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我直接把它上面这些可以拿掉 单营号开头就是注解 那比如说我就是把那个动作 1游标放在14 有没有把它打上去 特别注意 这个中文不会被执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个单营号 也就是单营号开头的话 就是这一段程式 这一段这一行不会执行 OK 所以123 那以后的话 你录完聚集之后 一定也要加注解 否则的话 你以后录了什么 你都忘记了 对不对 那将来如果你要再修改 当然就会有问题 这一段也是一样 这一段的话也许 就是清楚了 就是游标放在14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 清除的话就是clear contents 最后的话 因为这个字太小 看得很不舒服 所以如果你要把字放大的话 记得在工具选项里面有一个撰写风格 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把这个字放大一点 如果你觉得看得很辛苦的话 可以把它改到14好了 按确定 OK 这个时候字就比较大一点点 看起来会相对的比较舒服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 基本 当然你还不会写程式 不过至少 第一个 你要了解VBA的这个编辑环境 因为呢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不是只是用录的 我们要自己写 要怎么写呢 其实也在这边写 一定是在模组里面 然后呢 插入程序 然后一步一步的 所以如何自己定义出VBA 然后并且制定函数 其实也在这个环境 可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 再稍微熟悉一下环境 点一下编辑 或者是visual based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然后最后再加注解 注解的话 不见得要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因为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反正你就大概知道一样 这个动作做了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增加VBA的这个功力的话 也可以从录制开始 因为有些不会写 没关系 录了 然后你先把上面加个注解 以后呢 你那一行如果记得的话 你不用写了 因为你就自己打就可以了 OK 所以慢慢的以后 很多程式干脆自己写算 为什么 因为他录下的东西 你还要再重新再一遍 你干脆 就是直接录 直接用VBA程式写 那下个礼拜的话 我会教各位就是 如果我不用录制去期的话 那我该怎么写 主要就是了解什么 了解那个去使用那个VBA里面的物件 比如说像刚刚看到有那个像Ranch 我可以把这个值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或者丢到Ranch 或者另外有个物件叫Sales 储存格 怎么样表示 可以让那个 这个VBA 也是有听得懂你的意思 请各位也许先稍微练习一下 试一下这个 然后并且 加上注解 注解 或许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个查看那个VBA程式 并加上注解这部分 不用死背 就是尽量稍微用理解的 那VBA的语言 基本上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他的基础语言都是英文的 那这个英文其实也都是还蛮简易的英文 所以慢慢各位可能也要慢慢习惯 习惯他这种用法 那如果你已经习惯 而且很适应 那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把你要的功能 很顺利的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那当然就可以很快完成你要的结果